好, 歡迎各位收集Paylog 現在的時間是2016年3月11日 凌晨凌時21分, 我是栗子白兒 繼續講45個球這個遊戲 這次主要的話題有四件事 包括有Hila Hila Mazzoli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新的Event 這個偵探Event 然後還有關於Challenge調整的一些事項 最後第四項就是11之一 首先先說Hila Hila Mazzoli 就是上一個Event 上一個Event的分數是非常之低 到最後的分數 到1000位的分數只有59,985點 只有6萬點都不夠 究竟這個點數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點數代表了危機 因為歷來的分數都不會那麼低 如果低過6萬點呢? 我自己大概算過了 我當你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的特效的情況之下 每一場15點行動力 每一場大概600點左右 我算過了 我算過的 即是剛剛這裏6萬點左右 你踢100場就已經可以踢到這麼多分數 即是要用1250點行動力 到最後其實你的行動力 只是用4.34日的行動力 就已經可以做到1000位這件事了 即是說你其實完全不需要抽任何特效 只要用完你在6.5日之內裡面 6.5還是7.5 總之就是在短短時間之內裡面 用完所有的行動力 絕大部分機會呢 你應該是可以拿到1000位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本身有一些特效人物 又或者你是向朋友借這個特效人物的話 你是更加快可以上到1000位 所以說今次這1000位是一點難度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對於這個遊戲營運上來說 會有些危機的 那 是的 但是有一樣東西我都要再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做這個活動裡面 其實最賺的錢多的 其實不是買行動力 而是抽叉叉這一方面 是的 那因為 尤其是他現在這樣轉 有時候就是這個人做超Up 那個人做超Up 那可能一個人會抽幾次的 4000石那個十抽 這樣 這樣 那去到最後計算 是架叉那邊 是會有最多的回報 那行動力那邊 其實就是回報一大 所以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一個Event的分數非常之少 對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結論 OK 那好了 下一件事就是講新的Event 這樣 偵探Event 這樣 那 有Event 通常都有一個事前抽的 那 就是有這個特效羊物 那 今次的特效羊物 那他的聲優就是丁弓李衛 那他的位置就是CF 那他的能力就是波利射球 不過呢 就這次這個 其實這個陣容都很厲害的 聲優陣容很厲害 不單止聲優陣容很厲害 秋格差那個結果都很厲害 簡直是可以嚴重到 用這個超Up爆死來形容 就是我大概在日本的Cheater 又或者是在這個所謂官方的Lobby上面 我都已經是看到不少了 很多人呢 在悲鳴著說 自己抽極都抽不到 那些四星角色 那 有很多人呢 都是要差不多抽人 十幾二十次才抽到 幸好的可能是兩三次抽到 甚至乎有些人可以一次過 抽完四個特效的角色 都不奇怪 但絕大部分呢 都是爆死的 那 那 既然是有爆死了 那些人 但是都還會有一班傻仔 在這裡努力的抽 那 效果是怎樣呢 那我就拿回網上面一些數據去看 那根據這個在iOS裡面 那個 營收的排行榜 那 有些網站 就已經做過一些統計 那 那 自從三點 開放了這個格差之後呢 他那個營收 是由差不多 四百位 樓下 升到差不多 一百五十位 升到一百五十位 那 那個升幅看上去非常之驚人 那 就是當他由這個 當他由這個 一粒羊子那個GK那邊出現了 開始呢 他就已經是有一個這麼強勁的升幅 那 然後呢 去到愛麗絲呢 出現的時候呢 他就大概由一百五十位 升到接近一百位 那 他去到最多的排名 一百零六位 那 那 大家要注意呢 我再重複一次 這一幅圖呢 他只是顯示那個排名的 就是他不是顯示那個 就是他不是一個線性的顯示那個營收的 那 所以呢 大家看到一粒羊子呢 他雖然條線是升得高 但其實呢 他涉扣的金額呢 未必說真的那麼多的 那 又或者是愛麗絲那個位呢 他是 雖然可能他 你看上去 他可能那個 升的高度很小 你看到 但其實可能涉扣的金額呢 分分鐘有可能會高 那 一粒羊子 那 究竟是哪一個角色 抽的時候 是會真正的推高營收呢 那 那 其實我認為 就 最好都是 如果是要做比較的話 可以 以這個三月八號 凌晨那一刻 來做基線去看的話 那 似乎可能是 愛麗絲就會 會營收那邊 多一點 那 因為 因為 那些人都是 抽 都是給那麼多錢抽的 這樣 這樣 所以 可以看到今次 那間公司 就似乎是大豐收的 這樣 那 但是呢 雖然是有那麼多人去抽 這些角色 但其實我對於 那兩個角色 是本身有很多移民的存在著 即是他們的效率 這樣 那首先呢 講那個GK 日粒陽子那個 即是 講那個 嗯 講那個 講那個GK 這樣 那我就經常說一點的 就是說 其實到 接下來 這個四月 我相信 那個 小心媽多卡 由於 它是不會在這個遊戲 後面出現 所以呢 我相信 它最遲呢 去到四月 它就會升上七星 這樣 那當這個 那當這個 這個小心媽多卡 升上七星之後 那究竟 那個 剛剛那個GK 那個能力 那會 那個排名 當然會少了 那很肯定 小心媽多卡 一定會成為一個 最強的GK 這樣 那所以 如果你是抽 抽剛才那個 GK的話 去到最後 他可能會有少許得物無所用 即是 你這個時候 可能升 小心媽多卡 可能會比較 化損一些 在場線來說 那雖然可能 升那個GK 可能會有 Event 有這個特效 特效 這樣 那所以 但是 我認為 暫時來說 我認為小心媽多卡 可能是會比較 值得投資的 那個角色 那另外 那再講 丁宮李衛 愛麗斯 那 那 丁宮李衛 愛麗斯 他主要是有 三方面的優勢 第一件事 他是一個 窩里射球角色 還有他一個 中間前鋒 再加上他今次 有了一件衣裝 那我也有留意過 他的數值 他的數值都很漂亮 一個 一個七字頭 三個五字頭 這個數值 是排得非常之漂亮 對於一個 角色來講 那但是 這個 組合來講 窩里 CF 衣裝 其實 在近一兩個月 來講 出過那個 次數也都不少 這樣 就是 也都說 過去有不少角色 有這個 combination 這樣 包括了有這個 女主角 這個 永獸 這樣 去到最近期的 可能甚至乎 一些event角色 或者一些格差角色 都有這樣 所以 尤其是 大家留意一下 右下角那個 直學 直學是一萬名的人物 就是說 你在上一個event裡 你只要求求 其實 把對方踢一腳 你就已經有一個 CF的 這個 衣裝 又有中 CF的 窩里射球 這樣 又或者是 我再數 這裡 甚至乎 女主角 女主角 是踢到 差不多在故事裡面 頭那兩步 基本上 她都已經是有一件 紅色 赤之女神 那件衣服 也都好像是 一個 窩里射球的裝 那件衣服的能力 也都不是說 真的那麼差 還有 那個女主角 她是現在這一刻 已經想要做七星 這樣 那當然啦 如果你女主角 能夠抽到這個 永裝更加好 又或者是 這個孔小姐 即是現在畫面 右邊數過 第二個位 中國的孔小姐 她前幾段 有一件 售包 有一個 朱古力包 的這個 這個 情人節裝 那樣 而且她也都很大機會 在一兩個月之內 上到這個七星 那她 都會是一個 挺強勁的人物 那所以呢 其實關於說 這個 這個 窩里射球 CF 又或者是 再加上E裝 這個 combination 其實有一點點 天下 天下 天涯 何處 無荒草的感覺 對了 那所以就說 究竟 這個 丁弓李衛 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值得 大家去追呢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真的非常之喜歡 丁弓李衛的 那就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對於 丁弓李衛 是Social的 就是一般一般 一般的 其實都還有非常之多的選擇 也都不需要說 特地去 放那麼多石去抽 那我自己都試過的 丁弓李衛 那時候 我自己抽到80抽才抽中 網上 甚至乎有些朋友說 那些是120抽才抽中 那 所以就大家如果 不過 不過我相信大家 去到現在這一刻呢 丁弓李衛那個 機率的超級已經沒有了 抽中他的機率更加低 那所以 對 那當是一個報告 那這樣 那好了 那講完一些 之前的兩個特效人物 那講講一些 新的人物 那這樣 一萬名的人物 有這個 柳之公 OK 柳之公那個位置 是RMF 右邊的中場 能力是傳播 那這個combination呢 在過去呢 也都是出現過非常之多次 我相信可能五至六次 這個combination算是實用的 非常之實用 那對於新玩家來說 尤其是一萬名人物 有個RMF 在這裡 如果他能夠再加上 上一個event 就是那個 Hila Hila Marzuri裡面 那個一萬名人物 那個中場CF Walli 那個人物的話呢 他其實會變得非常之好用的 那對於新玩家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需要去拿的人物 那而且相信也都非常之容易拿 球球旗旗去五步那裡 球球旗旗旗一場都應該拿到的 相信 那下一個介紹的人物定村 OK 它的位置是CB 中間後衛能力是橙波 這個combination算是好用的 過去呢 如果是獎品人物來說 就發生過一次 那個人物呢 那個人物呢 我沒有什麼人 我不是太記得他的名字 雖然我自己是經常用他的 等等 對 這個高慘 高慘這個也是中間後衛橙波 對 這個組合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實用的 一個combination來的 那所以就 我自己用過 效果非常之好 而且我也希望有第二 那等我這個442上面有 第二個女孩子有這個陣型 OK 那所以這個CB 我看是絕對是值得最的人物 五千名的人物 五千名其實暫時來說 上一個event的分數也是相當之低的 那 所以其實應該如無意外 你只要能夠踢到他一步的話呢 也都很容易去到那個分數 我再看看先 因為五千名我是沒有留意到他的分數 請等等 Ranking event 對 五千位都是六百零四分的 六百零四分 我相信你如果你是把五步踢完的話 我相信你都不止這個分數 是啊 那當然可能今次 那個分數可能會高些 那但是再算上次純情應換團 都是一千一百分而已 那所以 這個角色應該都是一個易追的角色 OK 這個定川 這個都是一個幾容易追的角色 OK 那好 下一個了 就是這個隱小姐 OK 一千名的人物 OK 位置是右邊持風靠 獨自能力是窩裡射球 這個combination應該是之前的那些一千億名人物 不知道是聖誕節 還是在這個 呂布 event那裡 好像都可以 好像是聖誕節已經是RWG 那這次也都出多一次 過去究竟一千五千和一萬名 又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物 我自己沒有什麼印象 OK 這個角色其實對於新手來講都算不錯的 值得去追一下的 尤其是去到之後 當他們那個陣 unlock了這個有三個前鋒的陣 這個角色都算有點價值 不過我自己個人來講 就未必會追這個一千名的角色 可能會有當是休息一陣也好 或者是當想升一下這個stack也好 我未必會追這個RWG 但RWG是對於一些初心玩家來講 算是一個值得追的人物 那我待會 尤其是如果你是沒有RWG的話 更加要追的這個人物 OK 那我待會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角色那麼重要 OK 對了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角色那麼重要 剛剛在這個maintainance裡面 他做了一次的challenge的調整 這樣 任務調整 那這次的任務調整 最主要呢 我是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他接下來他會cancel了 其中兩個challenge 就是說那個4-4-2的team要踢贏20次 以及5-4-1的team要踢贏20次 這兩件事 那麼他就會取而代之 他也會有兩個新的任務會走出來 那麼新的任務 那麼他根據這個裡面的說法呢 就是說他會隨機抽兩個陣型出來 那麼會叫那個player去踢的 某意義來說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個人來說 覺得這個改變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過去由於這兩個任務呢 令到絕大部分的玩家 包括我在內 對啦都困死了4-4-2和5-4-1 這兩個陣型裡面 這樣 那麼會對遊戲少了很多變化的 這些玩家會寧願 不如一次一次都踢4-4-2 5-4-1啦 沒那麼煩 不需要追那麼多變化 那麼好了 現在他就解除了這個變化來說 那麼對於玩家來說 都算是多了些東西玩的 那麼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改變來的 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改變 那麼是一個非常之好的策略 那麼好了 那麼講完這個challenge改變之後 最後呢就講完這個11之日 那麼11之日 那麼根據官方呢 上次2月11號呢 都已經出過一次11之日 那麼今次311呢 他又出了一次11之日 那麼11之日呢 那麼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會有這個獎品 就這個只要你在3月11號期間 lock in就會送11粒這個G石給你 那麼這裡我計大概應該是有33個WarePoint G石是不是33個WarePoint 那麼他會送33個WarePoint給這個玩家 那麼第一件事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他會有3個shopping item 那樣是用石去買的item 1千、2千、3千 這三個item 那麼內容跟上次2月11號呢 那個石買 用石買的那3個item 都基本上內容一樣的了 都是送食物啊 送分連點數啊 還有送WarePoint 那樣子 那麼我也是在上次也分析過了 這3個item都是非常值得買的 那麼啊 不過有件事要留意啦 如果你是本身你是想著 純粹追Event的 不是追Jagan Leecher的話呢 那麼這3個package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你買呢 那麼你可能可以再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如果你不是想著這麼深度去玩Jagan Leecher 你就是好氣這樣 只是踢這個Event的 那麼這3個item呢 就似乎有少許得無所用 因為呢 你的team其實不需要吹得那麼厲害的 是啊 那麼你知道有一個厲害少少的前鋒 或者是有一個厲害少少的 你知道是那4個4層位置裡面 各一個厲害的character 去到400的話 就應該可以踢完整個故事的了 就不需要說去到那麼厲害 是啊 但是如果你想追追Jagan Leecher的話 那你就值得去想的 因為你用了6000石 你都踢不回那麼多的resources回來 那這個是認真的 那對了 你自己想一下吧 那好吧 那下一件事 這個Eleven之一 那最後的就是說 他出了一個新的格測 這樣 啊不是新的格測 他在新的格測裡面出了5個師傅人物 這樣這樣 那是大家的畫面都已經看到了 那但是官方呢 就沒有解釋到這5個人物究竟是什麼技 那我自己個人來說 根據我個人經驗呢 當我官方不告訴我們 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角色有什麼技 十居其九都是服 這樣 那無論在數字上面也好 或者在技上面也好 都是服 那啊 啊 所以究竟這5個人 究竟是不是值得抽呢 真是很難說 我勸大家呢 就有空呢 就留意一下 Twitter 又或者Lobi上面 那些日本人呢 share那些圖片 這樣才再決定自己 是不是真的好認真地抽 對了 這樣 還有他的機率究竟高不高 力都未清楚 3月11日 ok 但是我自己也都不會打算抽的 這個 尤其是剛剛抽完這個愛麗絲 ok 那好了 講完那麼多了 那最後呢 就復述一次了 以這個時間表來做一個 呃 最後的總結 這樣 那現在這一刻就已經是3月11號了 這樣 那 就 3月10號之前 已經過去了的 那我就不說了 那3月11號呢 將會有一個 11至1 那 那也都會有一個人氣投票 那也都在這個3月10號 由於結束了 那3月11號應該會再公佈一次這個人氣投票 暫時來說都應該是直野愛麗絲 應該排第1 2應該沒什麼懸念的 排第3我沒什麼印象是哪一位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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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sorry 不是今天 3月11號呢 也都是會有3個chill up 那大家在畫面見到 那這個 那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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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白盒 還有那個 紫色頭髮 那我就不記得了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也都會有一個其中一個人物chill up的 那他也是師傅的chill up 那 那大家可以把一下機會啦 那13號呢 就會有這個 Jergan Leach 的圓結的日子 還有這個 Ware upon的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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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比賽 那 然後15號呢 也都會有一個人氣投票的 第二 人氣投票的決賽 那他會開始 那還有有4個人物 就是今次 啊 sorry 不是今次4個人物 是之前的4個師傅人物 會有一次的 大幅up OK 16號呢 就是這個偵探event 結束的日子 那17號呢 就會有個maintainance 去到 9點 日本時間9點 會有個maintainance 是啦 那 啊 sorry 是日本時間10點 會有個maintainance OK 那另外呢 在那個17號呢 呢 saintainance之前呢 也都會有個4個角色 4個個角色的大幅up 的 那這樣 好了 那這個就是 是接下來將會發生的事 啊 順帶一提 啊 之前3月10號呢 那次3放送呢 是基本上是完全是沒有任何新的內容 說了出來的 那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回這個時光機 但是我自己就看完之後好像就沒有什麼價值 OK 最後 廣告時間 OK 那 又是啦 為了這個45個波 那樣 我就 弄了一個新的頻道 那暫時到現在這一刻為止呢 那個訂閱人數都繼續是零的 非常之悲哀 那希望大家 高台貴手 就 當是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好 那這次這個頻道就分享到這裡 那下次再見 拜拜